5月7号中国银行发表声明说 已经向朝鲜的外贸银行发出关闭账户通知 并停止接受该账户的资金转账业务 对此外界解读认为 中共当局是出于国际压力而对朝鲜做出制裁的姿态 但是因为中朝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那么双方还是会继续的互相利用 中共对朝政策很难有大的改变 今年2月12号 朝鲜不顾联合国决议和国际社会的反对 进行了第三次核实验 之后朝鲜更威胁将对外发动战争 这让朝鲜半岛局势快速升温异常紧张 3月7号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094号决议 决定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力度 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和嫌疑货物检查方面 当时一向力挺朝鲜独裁政权的中共投了赞成票 随后 美国宣布对朝鲜外贸银行进行制裁 禁止美国机构或个人与该行进行任何交易 原因是朝鲜外贸银行向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4月 日本也做出相应制裁 目前 正值美国劝说欧盟制裁朝鲜外贸银行的时刻 中国银行罕见的高调宣布参与制裁 引来外界的关注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分析 朝鲜频频利用核武器及导弹来威胁国际社会 让中共备受国际压力 同时中共对朝鲜的影响力也受到质疑 因此中共此举一方面是表达对朝鲜的不满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做样子给国际社会给美国看 国内的一般人对北京对朝鲜的政策 是表示失望了 北京这么多人支持朝鲜 结果对朝鲜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北京主导的六方会谈现在也差不多是破产了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珀也指出 从上面上有目共睹 中国大陆是朝鲜最大的经济援助国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2009年6月 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 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重新检讨对朝政策 最后经过激烈辩论 得出的结论为六个字 不战不乱无和 中共新任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 曾对朝鲜提出批评 因此外界开始猜测 是否习近平李克强会改变对朝政策 对此 华珀指出 虽然习李并不是亲朝派 对朝鲜并无好感 甚至怀疑朝鲜曾深深涉入薄熙来案 但华珀认为 中共不会因此抛弃朝鲜 尤其这次对朝鲜第三次核实验 虽然说共同也是表面的举手 同意指财 但是有一点 朝鲜的第三次核实验 在某种意义上是帮助了中国 华珀分析 中共在南海争端等问题上受制于美国 但又不敢撕破脸面 因此朝鲜对美国的挑战 正是中共所乐见的 这样中共就有了和美国讨价还价的本钱 4月22号 中共军队总参谋长房峰辉 在与美军参谋长联系会主席 邓普希会面后表示 朝鲜有可能进行第四次核实验 华珀强调中朝关系很微妙 双方有矛盾也有合作 但不管怎样 中共不会抛弃朝鲜 对朝鲜的制裁 只是中共所做的表面文章